一人设施曼11月26日晚在香港中环出席品牌活动 因为延熙攻略再度爆红之后 阿社的状态貌似越来越好 当晚的这条裙子真的显得她的身材非常曼妙 不过原来有苦刺激之 对啊 我知道要穿这条 我知道要穿这条裙子之后 我就昨天中午开始都没什么吃了 就肯定没吃米饭 我妈问我你回来那么久 再两天都没吃饭你行吗 我说没办法因为我的裙子好贴好紧啊 另一方面 设施曼妮凭借延熙攻略的贤妃一决 成功入围华顶奖的最佳女配角 阿社说能不能拿奖是七次 自己第一次演黑话的角色就入围 已经很幸运 那阿社你怕不怕从此以后被定型了呢 以前真的试过拍精致的时候就 就没了一个广告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代不同了吧 可能现在人看见 演黑话的觉得爽 所以 所以他现在都没有这个概念 另外日前奢侈曼做客蔡康永主持的节目 恕我直言时爆料称 曾经在参加TVB的颁奖里时遭同行白眼 大家事后就猜这位同行 是不是邓翠文又或者是黎姿 阿世你来揭晓吧 都不是 因为我跟他们都挺好的 还有邓翠文是我的学校 同一个学校 虽然我们没有就一起玩过 在学校里面 但是之后我们也是有联络的 所以不要猜不是他 还有我不是想说是谁是谁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清坛的节目里面 主持人就问我 有没有遇过那些事情 如果我总是说没有 那个没有 这个没有 我就觉得那个节目就没有摧位了 所以我就说了那个事出来 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的 还有现在我看到那个人 我们也有有话有有说有笑的 可能以前就是因为年轻就不懂事 所以大家都会有点脾气吧 那现在都没有了 我觉得人总是要有一点精力才会成长大吧 另外蔡康永还毕宫 奢侈曼坦白感情状况 阿世更自暴 曾经有十个男友 其中还参加过前男友的婚礼 有这么夸张吗 没有了 就没那么夸张了 就 我觉得 这个是节目的 那个 怎么说 宣传吧 我谈恋爱有六次 那我觉得 那么大一个人 有这么一个经历 也很正常吧 但是 没有那么夸张 某方全媒 香港报道 我还有这么一个经历 很正常 那我 我